有些人說,我站在這裏黑迷眼就會搖 站在這裏搖和聖靈的搖是不同的 聖靈的搖是穩定的,是舒服的,輕鬆的 如果你站不穩地搖是穩定的 你在祈禱的時候搖,你又覺得人很輕鬆、很平安 這樣就知道是聖靈的搖 這個我感受到,因為那個帶動是越來越不停感轉 但我是不會跌的,我自己感受到是很輕很輕 而且我都感受到我對手是好像觸電一樣麻痺 麻痺就是你需要釋放,麻痺就是需要釋放 它不是屬於鼻那種感覺,是有種氣留在手 是的,這個可以的,但如果你覺得麻痺就會有需要釋放 還有你覺得心口硬著有需要釋放 其實這個一方面我們自己學習,自己做 來到這個聖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因為時時操練去做,我們又為你祈禱了 變成你們習慣了這樣祈禱就會感受到聖靈 就是當我們為你按手,你越來越經歷到 越經歷到你就知道聖靈這麼強的身上 你就時時保持這個狀態 那你每天都這樣做,你就遲早釋放了 那你亦都可以幫人釋放,但你自己釋放了自己的事 就是讓你的心每天都平安 那很多人的生活那種習慣是什麼呢? 就是煩惱,別人喜歡自己不好又煩惱,整天都不開心 那這樣的生活方式是不好的 第一,很明顯,情緒不好身體會影響 第二,跟神的關係會不好,也可以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這種生活習慣我們要習慣 不要這樣生活,何必受苦呢? 別人的問題與我無關,是她的問題 我不要依賴她,就算她是你丈夫也好 我不是要靠丈夫對我好,我才有開心 而是神對我好,就算丈夫對我不好 我依然靠耶穌有平安喜樂 那你就不受影響了 那你就會每天都讚美神,很開心 即從心底處喜歡神,你就容易被四年充滿 那你就能夠那些邪能就出來了 那中間如果有些有情緒病那些 有情緒病的人,不只是祈禱的 一定要處理生命 就是為什麼要煩惱呢? 你自己要找出原因,為什麼? 那些問題你就處理了 通常是被人影響 或者習慣了不開心 有困難 即不管是人的困難,情況的困難 或者是自己內心 都告訴自己 耶穌是信靠他的人的 我不用擔心的 我每天請人神就有平安喜樂 那人就會越來越開心 尤其一起身,馬上說耶穌愛我 阿里路耶,感謝耶穌 那起身就是這樣 整天都盡量是這樣的狀態 人就會越來越好 那你就經常這樣親近神 你就邪靈都會走 而且邪靈會怕你的 你很容易將邪靈找出來 那有些人的心態就是 只是想釋放 只是想釋放 釋放完 他又不再參加聚會 親近神了 那時候他只是想耶穌得到一些東西 然後呢 我又沒事了 那我不用找耶穌來 或者是小親近神 那這種其實是不健康的 因為神的計劃就是 每個人都很親近他 親近他被耶穌醫好 釋放了 接著呢 我們就去祝福人 祝福人要訓練 訓練全福音 訓練為人祈禱 訓練 輔導 關心人 那這個是一步步的 你訓練的時候又幫自己 因為有些仍有煩惱 受訓練的時候 學習如何放下煩惱 放下罪 放下罪 放下所有不好的東西 然後如何學習 釋放神 因為真正的釋放 是要當我們真的 願意服侍主的時候 才有完全釋放 在馬太十一章二八節 至三十節這樣說 那裡說什麼 煩勞苦丹送丹的人 可以動我者裡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這是第一句 這是第一種安息 你找我 找耶穌就可以得到安息 然後耶穌就說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負我的鞋 學我的樣色 負耶穌鞋 就像牛姦田 放在肩膊上 那個叫鞋 拉著例 你要負我鞋 就是和耶穌一齊 侍服 服侍主 負我鞋 和學耶穌的樣色 就是學耶穌的生命 者有靈活 心裡就必得向安息 那你整個人的裏面 都會完全安息 那為什麼 為何服侍才會完全安息 其實聖經有很多處說 不結果子 後來雕在火裡燒了 結果子 收你乾淨 只要你結果子那麼多 即將你收乾淨 你不結果子 就會越來越和神縮遠 你越結果子 即是神的計劃 是每個人都結果子 即是神的計劃 是每個人都結果子 即是有病 那你怎麼結果子 你祈禱都是結果子的 你祝福人也是結果子的 你祝福人也是結果子的 見到人就開心笑 關心人也是結果子的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關心周圍的人 接著是全福音樂 幫助人 定間愛主 這個就是侍服署 最好侍服署是跟大使命有關 即是有些人做很多很多事 但當時侍服署 但不是幫人信耶穌 或是幫人跟從耶穌 都是好 不過最好跟大使命有關 那時候整個生命提升 負耶穌握學耶穌的樣子 只要你們心裡就必得向往死 你的心就整個鬆了 因為你會在耶穌裡面 越來越多果子 越多果子 越多果子的人就輕鬆起落 就不只是一個受助者 在基督教圈子有很多受助者 經常都說很慘 很煩惱 每天都不開心 每天都注目了自己的問題 又總是釋放不了 為什麼呢 他只是想自己得釋放 他越是這樣 越釋放不了 但如果他說 我越是想祝福人 他越是釋放到的 即是他越想祝福人 他整個生命就會被提升 所以我希望大家 持續親近神 持續看聖經 那你都可以來到我們這裡 是持續訓練的 我們不只是訓練 是讓你操練的 即是操練和人說 傳呼音 為人祈禱 操練 讓你能夠學習 可以用到出來 那你用到出來 你又會開心 當你為人趕邪力 做了一下 原來趕邪力 不是那麼難的 只要那個人 願意將生命交給耶穌就可以了 神就會做功 那你這個人就輕鬆了 又有信心 又知道耶穌這麼近 又現在發 即是你的生命發揮出來 就是了 你見到人改變 你的生命就會很開心 在裡面開心出來 那你整個人就會更加完整 但如果一個人 只是拿受助 他不會很完整 因為他沒有 好像耶穌所說的 結果之 他就變成什麼 又惡又懶的木人 對不對 所以你想做什麼 由良善又忠心的木人 因為又懶的木人 由良善又忠心的木人 那你就付出代價 那有些人說 那我就不肯 其實對你有益處 因為你就會 扶耶穌騙 看耶穌有優 所以你就 必 心裡就必得向安息 而且結果就更多了 所以我希望你的心 就不要說 哎呀 我得釋放就行了 那 得釋放就是第一步 然後你怎樣去發揮心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這裡是有免費的 給你的訓練 還有給你操練 去講聖經 操練幫人 操練為人祈禱 但是你們如果沒有釋放了 就不按手住 你釋放了 就先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其實很多人有學的 你每天都有 鼓勵你去看聖經 去多親近神 祝福人 那整個生命就會被提升 那你就會越來越開心 人生有意思了 別人說你什麼 你都不受影響 因為我心裡很寶貴 我就不受影響 所以這個很重要 有很多人 他們找我們釋放 又釋放 還未釋放完 他說鬆了一點 我就不理了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他的心態就是 我鬆了一點 讓我上班 我就不理了 耶穌搞定我少了 我就不再親近神了 這個其實是不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越比神容越好 而且是永恆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 你不是做這個 你做別的 你經常有些事情做 你做那些事情 很多事情做完 是沒有什麼用 但你做神的功 是永遠傳流 神又會祝福的 所以希望你有這個心 有沒有這個心 想不想 想就一定要受訓練 那你就可以被興起了 祝福很多人 才會帶來這個世代的復興 有些事情做得更多 你才會有什麼用 你做得更多 你現在要做的 你也看不成功 你去旁邊 你也會想到 你會吃到 你吃到 你吃到 你吃到